会变成分手的理由吗 来 掌声请出这一对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李23岁 来自四川是一名学生 女嘉宾小婷22岁 同样来自四川是一名学生 来 有请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是同学对吗 学什么专业的告诉大家 学临床医学 你们这是几年的呀 我们五年 现在大几了 大五实习了吗 谈了十几年来着 谈了两年 谁先对谁表白的 我觉得他嘛 为啥呀 他之前是一种学霸 就班上就不怎么爱讲话 我们大学同学嘛 就有一次参加聚会啊 他突然来了 去KTV他还唱歌 唱一首情歌特别好听 来唱一首情歌 就当时俘获他芳心的那个情歌 唱一下唱一下 你们想听吗 鼓掌鼓掌 鼓掌鼓掌 来唱一下 我觉得这么多人 我觉得不好意思 来一下 来一下 我们下去再唱毛 不唱是吧 人太多了 哎呦 羞涩了 算了不唱就不唱吧 唱得很好听 然后呢 就当时他唱了情歌 你知道那种小女生听到那种唱情歌吗 就心里小鹿乱撞啊 脸红心跳嘛 我的天啊 这不是就是我的菜吗 之后我们就 我加他QQQ 我就能聊信息 然后就为了多点时间跟他接触嘛 我就说能不能管他叫师傅 让他教我功课 本来成绩很好 我们就吃饭啊 学习啊 就班上同学都以为我们俩在一起了 然后他都不知道我对他有意思 还是半年之后我跟他说 我就说你毕业之后 你当医生 你做别人师傅 我能不能做师娘 他才反应过来 然后他怎么说呢 他当时说就说 嗯 我当时不知道你对我有那意思 就以为单纯教我功课呢 我整个人特别无语 你知道吗 这情商低到什么程度了 你不就喜欢这个吗 情商高不就 早被别的小鹿给撞走了 对不对 怎么了 我当时不是也没想那么多吗 那天晚上给我说 让我做他师傅 然后指导一下他的功课 我想的就是 就是指导你学习嘛 然后我也没往其他方面想 然后谁就在有那意思呢 那有这意思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也挺好的吧 这是你初恋吗 对 是我的初恋 哎呀 接着说 接着说 再后来怎么了 我们俩现在的矛盾 就主要出在 他情商很低 然后我跟你说 我们都两年了 是吧 正常人就应该有很多小惊喜浪漫 就两年 他做过一次 让我惊喜的事 就送过一次花 就那一次花 还让我特别生气 他把医院里那种 一大树别人 送病人不要的百合花 他抱回来送给我 我看见那个早日康复 那个牌子 还丢在那个桌子上面 我当时想 你送病人的话 你送给我 我还以为我高兴 我生气 他都不知道为什么 那天我不是刚好去医院 然后上班吗 然后一位女病人说 她因为花粉过敏 然后把百合花送给我 我当时一看 这么一道是百合花 我就 你能上来讲 一个女的肯定就喜欢 然后我觉得 她肯定也会喜欢 然后我就带回去 然后送给她 挺好 你看 他整个看书看傻了 理论上喜欢 你把送病人的话送给我 以为我会喜欢吗 就结果 我就像教小孩一样教她 我就说 送女孩 你得送玫瑰 你自己用点心 你去买 你买一束花 对你来说不是什么难事 那我后来不是补偿你了吗 给你买了一束玫瑰花 你看嘛 他不说这事 就说这事 我真的特别来气 他当时我说完 第二天我就收到快递电话 快递打电话给我 他就说 喂 什么女士吗 你是不是在我这 订了一束花 我当时整个人就 整个一想 肯定是呆子干的 我说完 他马上就去做 然后结果 我就自己下楼 自己签入那快递 自己把那种花捧上来 就感觉是我自己送我的 就没有那种情调了 情侣之间的 我问你啊 像亲亲这样不用教吧 我们俩就 基本上是我主动 他根本就 不会那种主动 我们除了那个 在外面嘛 就他定座位的时候 看电影嘛 这种边边角落的地方 而且他都不好意思 主动来吻我 可能我去吻他 他都不一定接受我呢 我觉得公共场合做的事不太好 而且我觉得我们也是学生嘛 我觉得学生然后做的事也不太适合 然后我就这样觉得 之后有一次我过生日嘛 然后他们想要什么礼物啊 我当时说随你编码 结果他就送我一本书 而且那书竟然叫百年孤独 我生日他送我一本百年孤独 我当时一只乌鸦三条黑线 从眼前背后 我整个人特别有语 你知道吗 给大家介绍一下 为什么送这本书 我觉得我们情侣应该上升到精神层面 就是我觉得送本书也挺好的 也是为什么选择了这本书 这书讲的内容也挺好的吧 电视与魔幻结合的嘛 介绍给他读一下 你是要给他读是吧 对 然后让我们俩的精神 就是能达到一相同的层次感觉 他送礼物 这是我不说他嘛 就他那样傻样 我都不指望他送我什么 趁我心意的礼物啊 结果我当时我就给他提了个小要求 就说我生日的时候 把朋友都叫到家里来 就我们签完蛋糕之后 他能不能亲我一下 然后当天下午 我跟他说完就是 他浑身就长刺一样的 就浑身不自在 就特别别扭 结果晚上我们去那个 就切完蛋糕 快切蛋糕的时候 他把我硬拽到一个角落 他偷偷跟我说 他就说 咋能不能这样 他挺不好意思的 而且他从兜里 给我拿出一枚硬币 他告诉我 就说我们结婚 要不由硬币来决定吗 我当时整个人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 你说他一个树呆子嘛 你看说看多 我都给他解题 公式解题 不知道你就按照 我这样说的做嘛 你偶尔给我一点 那种偶像剧女主角 让我怦然心动 有点那种浪漫的感觉 怎么就不行呢 那我当时不是觉得 在那么多朋友面前 然后挺尴尬的嘛 而且我当时也没法呀 就觉得泡硬币挺合适的 而且我觉得我稳计 也就50分左右 我觉得挺低的 没必要这样做 你看嘛 贴稳 这个是都用分级来衡量 50分 好你说你50分 我给你时间 你提高到80分 结果不是网上有个说法嘛 就是用舌头 给樱桃耿打结 可以提高稳计嘛 当时我就去买了一盒樱桃 我就坐在那吃 然后我就让他站在那念 他念了一下 我都还出在那 没半天呢 我都吃完了 我走过去 我这样望着他 我问他 我就说 你知道怎么提高稳计吗 然后当时他看着我 然后突然愣了一下 我当时心里特别激动 我这么多开窍 他肯定是不是过来吻我呀 我都快闭上眼睛了都 结果他突然拍了一下手 他就说了一句 他就说 我得上网找资料去 我当时我真的 我都不知道怎么说他 我当时就像解剖兔子一样 把他给解剖 看脑子装什么 这段故事我们申请版权啊 那所有编剧 不许偷我们这故事啊 太有意思了 你现在会没会 我现在没会 因为没找到那本书 我就想找本书 然后照着念 然后一念就会了 他就整个人看书 把自己看傻了 你知道吗 情商低 而且特别不会聊天 我们俩在一起 就没有情侣之间那种嘻嘻哈哈 就一起 发热的成分 就我们俩一起看电视嘛 就现在不是 整个女孩挺多的嘛 然后我当时就来的 我说 要不我也去整个容 结果他当真了 他当时特别正经 他拍着我肩膀 他安慰我 他说没事 我不喜欢漂亮的 我就开个玩笑 他都接不住 我这话的手 你知道吗 你确定你不喜欢漂亮的是吗 我当时也是实话实话 不是 你告诉我 你女朋友好看吗 算好看吧 况且我就不喜欢了 一些什么 微整的什么大眼睛 S1的什么的 我觉得 他记忆里面 也没了东西 也不会一盘给笑一袋 好好好 谈了多长时间了 两年 两年 我们听着这项笑话 在恋爱中的人得苦成什么样 就有一次 我妈视频给我聊天 就是说 见一下你的男朋友 然后就走过去 他们就见面嘛 就视频上看 然后我妈当时就 你知道你 丈母娘见你去 第一次客套一下嘛 她就说 我闺女毛病挺多的 你多担待着点 就多包容她一点 她倒好 当时一本正经 也安慰起我妈 她就说 没事啊阿姨 她那些被你宠出来的毛病 我一点一点全给她开掉 我不知道怎么说她 我当时就想找个地方关心去 我 简直是一个 大孩子就完全不知道 我妈当时开玩笑呢 对我妈打电话 我什么眼光就是 孩子看上去有点傻 傻兮兮到各种感觉 对对对 还好还好 对你好吗 还行吧 没耳心吧你 没耳心啊 但是我想说的就是 阿姨那件事吧 不是 不是阿姨当时这样说了吗 我当时没想到啊 然后我就想的是 顺着阿姨的意思讲下去 她不是说有毛病吗 我就想到对这下呀 没错呀 然后我就把毛病给她改掉 应该就没问题 行吧你们就别解释了 越解释越乱 你们现在应该在实习对吧 对 你说实习 就是我真的特别爱情 她做事跟正常人 思维都不一样 有一次吃饭 那个老师就问她说 你有没有对象啊 她当时没有 我是你女朋友 她当时回答没有 你说 当时不是刚去医院实习吗 然后老师问我 有没有对象 我就想 要是说有对象 老师肯定认为 就是我 没把心思放在学习上 看来这臭小子不傻 对我 对我的工作和实习 可能会有一定影响 然后我就这样说 你说你只是怕 因为老师觉得 你心思没用在学习上吗 还是说 我没有跟你一起考研 就是我成绩不如你 我给你丢人了呀 就是因为 他跟老师说 他没对象那事 结果那老师给介绍一女孩 结果他就去跟那女孩相亲了 你说有男朋友 为什么女朋友 跟其他女孩相亲的吗 我是你女朋友 你把我放在什么地位啊 我就想老师给我介绍的 我也不好意思拒绝 他老师嘛 然后我就想的是 就我这样的正常女孩 都看不上 所以我就去了 你一直说我不正常 我瞎了眼看到你了 就结果那个 他跟那女孩第二次见面了 第二次还见了 你第二次见面 我就不说他嘛 结果他回来回家 他还告诉我 他就说 我帮他让我跟他一块儿 把这事瞒过去 叫我不要去医院找他 就这一年就 可能就不要让他老师看见我嘛 我是你女朋友 你考虑过我的感受吗 我为什么不能去医院找你啊 主要是 这件事发生的有点超出我的预想 没跟着那几题步都走 我觉得 他不是已经涉及到原子分别的问题了吗 然后我回去 你还知道 然后我给他解释了 所以女生觉得完全没法处了是吧 现在我就觉得他这种低情上 而且就是个实行那件事嘛 我就感觉他完全没把我放在心上 到底对我们未来是有没有个明确态度啊 就之后发生一件事 就我心里就疑问就会更大 就产生更大 之后嘛 我闺女就准备结婚嘛 就叫我陪她去施婚纱 你知道那种小女生看见婚纱 肯定心里就特别激动嘛 就肯定想向往啊 穿上婚纱幸福的感觉 而且我羡慕别人 就是相处半年 他们都发展成那样了 结果我就开玩笑问他 我就说 你打算怎么娶我啊 他当时犹豫了 他对我们未来都没有想法 太犹豫了 我当时不是觉着 我们都是学医的嘛 然后现在医院受的 都是一些研究生样 博士生之类的 我就像我们两个学医的 然后就应该一起去考个研 当时我不是带着他 一起学习考研吗 非常努力 然后复习到一半的时候 他突然跟我说 他不想考研了 那你考了吗 我考了 然后但是当时我很生气 我觉得 因为之前我付出了那么多 然后认识了加要道 然后一起努力 他听了给我说不考了 我就觉得我们两个 对未来的一些打算 可能就不太一样了 你考上了 对 我当时我在想嘛 我一个小女生 我对自己没那么高要求 我没必要那么拼 我不考验 我觉得我没错啊 但是 其实不是 他去吃婚事了一件事吗 事后我就觉得 他有点不肯抵御 为啥 因为他 不是没事 然后就 数了我 罚我占军资 然后整天唠叨 他罚你占军资 对啊 经常这样占 经常啊 对 为什么罚人家 就是他总说我唠叨 然后我当时他一直说我嘛 我心里肯定 就我们相处两年 他都没给我们个说法 然后我心里肯定就 你知道女孩子吗 就那种有点 发那个小牢涩啊 就让他去站了一下 他人也比较傻嘛 呆子一样 你真觉得他傻呀 你说他傻他也不傻 他就对我们感情的事 就不上心啊 问问他啊 想结婚不 打算以后等我考研 然后找个医院 找个稳定的工作 你不是考上了吗 对啊 考上以后毕业 然后找个稳定的工作以后 就三年以后了呗 对 安定以后再结婚 打算跟谁结婚啊 肯定 应该是我 现在的女朋友吧 老师给你介绍的对象 看了 看了 但是不太合适吧 我觉得 不太合适 就是也谈了是吧 没早谈就 没早谈 他知道不合适呢 就随便说了一下 臭小子一开始的时候 还真被他骗了 你知道吧 女生其实还挺有领悟力的 他用了一个词就是 他对我们的事不上心 我觉得你看法挺准确的 你觉得他爱你吗 就是我现在对我们未来 我都不知道 他对我什么态度 那是嘛 他说我是婚纱 就是我总说他 结果他就跑出去 他就躲他朋友家 他骗我 他当时他就说 他早上出去实习 就很早嘛 晚上回来很晚 他就打电话跟我说 他就说 他跟他朋友上自习去了 就那段时间啊 我们见面很少 聊天也很少 我当时就感觉距离就越来越远 我也想拉近一下我们的距离 当时有天早上 我就跟他说 我晚上能不能陪他上自习啊 结果他当时拒绝了我 我心里也挺纳闷的 我也挺疑惑啊 结果就跟着他 他根本就没有去他朋友家 你知道吗 他就跑到外面去 他就躲我 你说他这种没情趣 低情商 结果他还嫌弃我 他现在还挑我来着 我们俩之间不是应该我选择他 他怎么现在 就感觉还在挑我呢 明白了 明白了 来吧 你们看看应该怎么办吧 我们一起进入 秋比特问卷 有一个翻译家叫朱生豪 他是一个特别沉默寡言 不会谈恋爱的人 他谈恋爱的时候 就可以跟这个姑娘 一直呆着 一句话都不说 但是他用了一种 可能常人不太会用的方法 去谈恋爱 什么 专门给老婆写新书 醒来觉得甚是爱你 我愿舍弃这一生 以此换来思念你 他只会这一招 这时不会谈恋爱 也就是说 你要从一个男人身上 发现他没有用 寻常别人爱你的方式来爱你 但是他用寻常别人 没有用过的方式来爱你 你能找到他爱你的 那种独特的方式 那这种人叫不会恋爱 但是他爱你 你只说他情商低 或者说不知道谈恋爱 我说不是的 你知道他什么吗 他是一个 只用理性和逻辑 来判断事情的人 他是不是在做所有的选择 或者判断所有的问题的时候 都是用理性的 刚才听到 你说的老师那个事的时候 我心凉半截 为什么 因为我发现一件事情 他在比较 他是觉得那个人不合适 还不如你呢 他的理性和比较 在起这个作用 所以你不要简单的 把这件事情 定性成为一个男人情商低 或怎么样 你要再去找一找 他到底有没有用 其他的方法来爱你 或者说 他其实一直在理性分析 你年纪不漂亮 你现在那个学历也不错 所以你跟我在一起就合适的 但有一天你跟我在一起 我已经主治医师了 你跟我在一起你不合适 那个时候他会怎么选呢 那个时候你几岁了 或者说 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傻兮兮了 还站在原地 等他学会爱你呢 姑娘 其实你是在整单关系里面 最傻的那个 你不要以为你在掌控一切 你沉浸在你的爱情之中 但是别人究竟是用 什么方法来爱你 或者爱不爱你 要判断清楚 说完了 我想问 男生 你们在一起快乐吗 我觉得挺快乐的 我觉得 除了那些你被罚占军资的 之外 对吧 对 那你可不可以说几个 你觉得你女朋友的优点 给我听听看呢 我觉得他比较了解我 然后体贴我 就比如说吧 我们一起出去吧 然后就是玩 然后不是去温度吗 因为他知道 我自己因为脸皮比较薄 然后不想去温度 然后他就主动去温度了 然后考研的时候 就是他不是每天早上 帮我站位置吗 因为我比较忙 然后我就觉得 他真的非常的了解我 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而且也关注到 你可能这些事情不擅长 对吧 对 我觉得我们性格 也是互补的 我就感觉 再问直接一点 请问你老师 给你介绍 那个相亲的对象 你说不合适 对吧 因为他说我 太死板了 万一他适合 那我肯定适合 我现在的女朋友 我这样说吧 我不觉得 你是绝对不会爱的 但是确实 在这段爱情里面 你表达出来的各种爱情智商 实在不杂点 也许在念书这回事上 你表现得特别好 在考研这回事上 你也表现得很好 也许有一天 你也会成为一个医生 但是我想说的是啊 医术这回事 除了要有技术 还得要有人的情感 我们才说人心人术嘛 对吧 一个好医生绝对不是只是 刀工厉害 或者是判断神准 一个好医生 要有爱有心 你同意吗 同意 所以 如果你喜欢他 不管你觉得他 美不美 漂亮不漂亮 合不合适 了不了解你 我想 我理解的爱 并不只是功能性的 就是他能替我站座位 他能帮我问路 绝对不会有一个女孩 因为你说他很好用 而觉得他被爱 你明白吗 如果你真的喜欢他 如果你愿意学习爱这件事情 让自己更有人味的话 其实谈恋爱 是需要用点心 而不是只用脑的 对女孩我想问的是 那你觉得他爱你吗 他生活中做了很多事 其实也让我那种 会产生小感动之类的 那我问你 你把他占均资的时候 你觉得他有可能会更爱你吗 没有 你觉得你一直唠叨他 或者是现在各种念他 或觉得说 好没情商啊 好笨啊 好傻啊的时候 你觉得他会进步吗 很有限对吧 他躲了 可以见得你 以上所用的方法 没有效 而且他只会把他逼跑 就是这样 他也许不是不爱 但是他的爱法跟你不同 而且有可能 这辈子都不见得 能够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凡事都有优点 有弱项的 只要想清楚 说明白 我觉得 爱与不爱 其实 都不是错 只要不骗人 也不自欺 好 谢谢 谢谢蔻老师 来 托老师 的确有人不会谈恋爱 是情商低的人 但是如果他发自本能的 喜欢一个人 他至少会做一件事 就是模仿 自己没送过玫瑰 还没见过别人送过玫瑰吗 只要他愿意 他不会 他会模仿 即便那种模仿 非常的粗浅和拙劣 但他会 但他不会 所以说说白了 他的确对你不上心 他没有那么喜欢你 但因为你是他的初恋 他也不知道 真正的爱情是什么样子 所以他以为 大概就这样吧 所以你很有可能 成为他生命中的过客 但是在我看来 这个男生 对你没有多大的热情 他对你没有多大的热情 并不是想要骗你的爱情 是因为 的确你是他的第一个 但是我始终相信 当一个人有本能的 燃烧的欲望的时候 即便我不知道怎么做 我会去模仿 我会去问别人 女生喜欢什么 我该送点什么 或者我在暗中去观察 你喜欢吃点什么 喜欢做点什么 有的时候一些男人 在谈恋爱过程当中的 一些笨嘴 啄舌 是很正常的 但是 有一些发自肺腑的 你是完全看得出来 男生不坏 也不是木讷 只是你没有把他点燃 仅此而已 给你就提一个要求 心里好好问问 我爱不爱他 我又没有爱上他 女生就很简单了 两种可能 可能一 压根人家不爱你 可能二 压根他真是一块木头 那你就选择吧 要不要继续跟一个 压根不爱你的人谈恋爱 接下来一起进入到 那几天和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秒 我觉得评委老师 没说的还是有大力的 就我自己吧 可能平时把心思 都放在学习上面去了 然后对你 可能也没想那么多 但是我觉得 我自己内心对你是 爱的 我觉得你不仅是我的初恋 然后我也觉得 你在我心中已经是一个 不能被别人替代的位置了 已经有了一个 而且我觉得我们的性格 也是可以互补的 因为我内向嘛 然后不能向外面的人解释 但是你比较外向 然后你能向外面的人 解释一些事情 然后你可能对一些逻辑的事情 我们平时的事 可能不能用逻辑 然后思维去正确处理 但是我觉得我能拥有 这种正确的思维去处理它 然后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一起 肯定是能够过上幸福的日子的 然后我也希望 就是我们能和好 我想想吧 回吧两位 回吧 好嘞 请关门 谢谢 谢谢 他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奔死了 在这个 跪下吧 你爱不爱人家告诉人家吗 我真的很爱你 希望我们的吴宇航 好 拥抱 亲吻 开始 拥抱 亲吻 请亮灯啊 观众刚才为什么鼓掌 没看错 一目明明就是男生要亲女生 结果又 怎么会变反过来呢 来吧 而且女生听她的时候她让开了 对 行了 到底是什么事 你们自己琢磨吧 谢谢两位 请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